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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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HU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來玩這款冒險小分隊 今天是6月10號 冒險小分隊這款遊戲 我兩天前就有看到他了 只是一直沒有來試玩 這邊有遊客、臉書 Google還有LINE 我用遊客吧 好的他沒有產生什麼帳號密碼 就直接進來吧 直接進來了 這邊是有6月8號的活動 就是兩天前左右 我一天前都看到他了 只是 只是因為他沒有在其他的一些 Apple的一些網站上有出現 我就先跳過 那如果常看我的頻道的人 應該知道我都會去 TOPTOP那邊看一下有什麼 星遊啊 TOPTOP那邊他有打廣告 有放上去星遊 那我部分我就來試玩 那伺服器的話 目前只有一個 OK 來吧 那一開始我看到他的那個 Play商店上面的一些 留言啊 評價啊分數都很低啊 那我就先跳過了 通常 星遊的話如果 沒有找一些 廣告商 來幫忙打廣告的話 很容易 分數很低 通常是這樣 所以說一個星遊還是得打打廣告 讓更多人知道他 那就洗一下評分這樣 好像也蠻合理的 廣告商存在的意思就是要洗一下評分嘛 OK LiveReady啊還行啊 然後有日語配音 蠻中規中矩的二次元啊 那就要看看那些評分 為什麼會給低分 通常 通常會給低分 大多是 閃退啊 或是不能玩啊 或是出現一些奇怪的一些Bug 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我現在玩起來 我看起來這個畫面就是 蠻標準的二次元美少女 然後 沒有什麼大問題啊 戰鬥也是LiveReady 都是有LiveReady 然後大招什麼的 然後也有音效啊 然後還有一些配音吧 語音的部分 不會太乾燥這樣 不會太乾 那開場這個戰鬥大概就是 演示一下他們的技能啊 什麼的 然後 六個人嘛 123456 殭屍避難所 OK大概是末日殭屍避難所 這不會是我們吧 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成為隊長囉 指揮官 大部分都這樣啊 只要你是美少女 美少女養成收集的遊戲的話 指揮官隊長通常都是指我們嘛 我們是男生嘛 大部分都這樣 玩那麼多款啊 十至八九跑不掉 那我們通常不會上場 我們通常都是指派這些美少女上場 他是綠洲基地的調查隊長 好 被裝備 裝備就是殭屍被裝備給攻擊 好 通關冒險的玩法 然後可能就是抽抽卡牌什麼的 那要看看有沒有放置的玩法 我還沒看簡介啦 我來看一下 簡介我看一下喔 喔超人系蒙系二次元首 休閒掛機 OK 有有休閒掛機的部分 現在放置掛機很多啦 就是即便說你是通關冒險的時候 你不想要通關冒險 他也會做一個那個放置掛機的玩法 讓你去 離線的時候有一些收益 有一些 小小的經驗值 或是金幣的一些收成 獎勵什麼的 這邊的貨啊 我覺得可以兩倍吧 還不行 第十張才可以 還要開通月卡喔 不會吧 OK 五等可以開兩倍 好不好好不好 那等一下吧 五等 這個戰鬥偏慢 喔 戰鬥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這兩個快死了嘛 馬上有人來救援 雙人五 近流防禦 西之路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唸 那語音的部分已經沒了 只有開場一點點而已 畢竟那個也是要錢的啊 要成本 找聖優啊 然後 買語音包 要指定說他們要講什麼話 所以說現在做一款遊戲也是很難啊 好 你要先買軟體 還做Live 2D 要找繪師 繪畫師幫你畫 好先單抽 有點那種末世科技有沒有 金髮的一個美少女 好像是護士 精英 檸檬 知育彩虹 果然是我們的奶媽 還不錯啊 目前玩到現在我覺得還不錯啦 還可以 所以那個 其實你們play商店的那些 分數有沒有 就參考就好 即便是2分3分的 你就參考就好 很多那個4.5分 或是4.7 4.8 他都是洗出來的 不要太相信 最明顯就是 留言的人他留很多嘛 其實他那個都是廣告留言 他裡面其實有那個網址 可是他又怕被檢舉就大小鞋 然後全部都分開鞋 這樣子 怕被檢舉吧 要你去那邊玩他們 網頁上的遊戲 或是破解人家的遊戲來玩 讓你免費玩 那這邊是部署吧 OK 好 好 世界探險 1隻2 挑戰 到目前為止 教學也算流暢啊 好 那比較令我詬病的就是只有 戰鬥的節奏還蠻慢的 因為你還要走過來打 走過來打 就很浪費時間 你看走過來打又浪費3秒 去打回來 3秒過去 節奏偏慢 還甩槍欸 甩氣 他們其實還蠻可愛的 這些Q萌的美少女 就這邊有正常版的 然後還有那個戰鬥中Q版的 然後這邊有寶箱 然後這邊有寶箱 好返回 隊伍 這邊應該是要升級了啦 來 越哥 升級 他一直指揮官指揮官 我覺得太多指揮官了吧 被洗腦了 他每一句都指揮官 每一句都指揮官 我覺得 不OK 好 繼續 一隻戰 反正就學會抽抽嘛 學會升級 那可能待會學會穿裝備吧 那我們先跳過吧 好不好 反正就有一點默示 打殭屍 這殭屍就跟你想像中的殭屍不太一樣 也是有點可愛版的殭屍 而且每個人都綁繃 帶子怎樣 他們是從醫院出來就對了 醫院出來的病人 那戰鬥的話就完完全全的製造 真的 雖然蠻可愛的 然後這些東西 但是我沒有任何按鈕可以按啊 沒有必殺按鈕啊 或是 什麼按鈕 沒有 就只有一個兩倍 這一點也是 我目前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如果說有這個 必殺按鈕可以讓你按一下也行啊 就比較有事做啦 但是他都主打說要放肢休閒 對吧 放肢休閒 就是這麼放肢啊 這麼休閒 好要去讓我們 覺醒 潛能的是不是 潛能活化 學會升級了 然後就要來潛能活化 這邊 點他 升級在這 馬上潛能 馬上喚醒 那基礎的能力就上升了 好 OK 加油加油加油 我大概玩到取得控制權吧 然後把界面看一看啊 然後把一些傷神看一看 那我剛好沒有到避難所啊 可能是 精靈的部分 基地的部分 哇 這個美少女身材不錯耶 那為什麼他在反叛那邊 在殭屍那邊 他叫判罪 奇怪 判罪 這邊好像在聊天耶 沒有就一個好友++ LV21 加好友 好回來 玩的時間是半夜啦 所以說 人比較少 又拿兩個星人 他還多喔這個騎這個 這不是鋼 鋼 鋼兵嗎 就是畫生抽絲心石 後來又畫了那個 另外一部 什麼鋼兵X喔 忘記了啦 就是他騎著一隻戰馬嘛 然後戰馬可以組成 跟聖衣一樣 他還是可以組成那個 戰衣 聖衣之類的 貼這種鐵馬 我第一印象是這樣 我第一印象是這樣 那可能不是 可能每個人想像的不太一樣 他變身了 變身射手作嗎 然後用弓箭射了 機械竹 OK他是機械竹 機械竹 就他 新人類 機械竹 還有半獸人 哇什麼什麼都有 我以為我們是正常的 末世 我以為我們是末世廢徒 然後會有殭屍 結果不是 還有什麼機械竹 還有什麼半獸人都來了 好 好 目前為止這個遊戲的畫風 蠻明亮的 我蠻喜歡的 就有藍有綠這樣子 然後亮亮的 我覺得自由了啦 來吧 先按一下暫停 OK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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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那個少女跑了喔 騎著馬的那個少女不見了 那先來看一下吧 這是我的狀態 VIP0喔 這個遊戲還有VIP啊 這種遊戲還有VIP喔 有點出入我的意料之外 那看看有沒有福利吧 沒什麼福利耶 沒什麼福利 那這邊是加好友吧 通宵的詹普斯 剛剛他說要加好友 送到東西 然後這邊可以申請啦 其實還是可以申請的 抽人 玩遊戲哪有什麼抽人啊 現在玩手遊怎麼會有抽人 大家又遇不到 不像以前 有沒有大家搶過來 老郎 打架 現在不太可能會有抽人 你要在聊天室跟人家吵架也很難吧 對吧 手櫥 送這個橙色少女 亞黎子 OK 手櫥 一塊美金 基本的啦 手櫥是一塊美金啊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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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7天會有7天活動 然後完成活躍可以領箱子 那有沒有簽到啊 理論山也有簽到啊 沒看到簽到欸 沒有看到簽到 還沒看到 在這邊 在活動裡面 VIP禮包 然後月卡 三美金 週卡 然後月卡是五美金 然後自己換算 通常這樣啦 手遊大概150塊就會包月了 然後有的還有那種季卡 或是大月卡 或是年卡 或是永久卡 但是我千萬不要買永久卡喔 因為手遊現在說命很短 短到令人 令人驚訝 令人訝異 可能兩個月三個月 你就會看到他們在臉書說 什麼合約到期之類的 然後就 收攤了 所以要花錢 要花大錢之前 先考慮一下 限時活動 天天儲子 大部分都是儲子的功能啦 排行榜 已經有人是Z等了 我這是心服吧 沒有就一個伺服器而已 那他們還蠻保守的啦 就只有開一個伺服器而已 圖鑑的話 全部都沒少女啊 全部都是2D立繪 二次元 二次元 結果看你喜不喜歡這樣的花風 我是還可以啊 還蠻 還蠻 還能接受這樣的花風 是行的 是行的 點進來 看一下Live2D 沒有他不讓你看 呵呵他不讓你看 理論上應該有Live2D啦 就像我們這樣會動 或許是主角我有做 我不知道 或許是傳說有做 要看遊戲的成本 有的遊戲是全做的 每一隻角色他都做 不管是什麼等級他都有做 那有的角色有的遊戲他就分 SSR才會做 就不一定 那這邊也有好感度 這是好感度吧 就跟他們互動 可能就會有好感度 空頭真遠 十連抽 十連十連十連 怎麼那麼多啊 OK 你要玩到第八章 就會開啟 然後三次十連 任選一個 有兩種玩法 一種是十連抽 無限重置 常常是 很多遊戲會這樣 就讓你第一次 新手第一次十連抽 然後你可以一直重置 但是每一次只會出現一隻 比較好的角色 那他這個是三選一 我也玩過這一種的 就是 各十連抽 那你挑一個比較好的 他這個是這樣 因為我玩過遊戲比較多啦 我大概知道他們分類大概是怎樣 那避難所 我猜啦 避難所可能是那種 經營養成 就是自己的基地啊 然後可以升級一些 建築物啊 然後資源 那 我就要六等 避難所六等 我看一下時間應該還好 我趕快升六等 那通關第八章就可以 三次十連抽 剛剛有說嘛 就是說你新手的話 可能就是要想辦法玩到第八章 那這隻我剛剛有稍微查了一下 就是那個 呃 車田正梅 畫完聖鬥之心死之後 有畫另外一部 鋼鐵神兵吧 好像叫鋼鐵神兵 應該沒記錯 然後 也是一個騎馬的少年 然後 可以跟那個 互動 他的馬互動 然後就 變身 有沒有變身啊 就有點小穿盔甲這樣 那先跳過吧 想玩遊戲的人就可以來看 OK 這邊可以兩倍了 然後之後三倍的話要三十等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一開始接收那麼慢 因為他想要讓你有三倍的感覺 像這個二倍我也覺得 小麥 主要是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然後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能做的事情是 沒半件事情可以做 能做的就是只有 戰前佈陣 佈陣之後然後你可以把他們升級這樣 看一下喔 還沒啊我想要看一下避難所說 那我玩快一點 想辦法在三分鐘之內 五分鐘之內解決 我是覺得為什麼另外一邊的隊 為什麼這個 對手 好就算他們是對手 他們為什麼會帶殭屍的啊 殭屍為什麼會聽他們說話 可能我沒看劇情啦 我沒看劇情 他們可能會把他合理化 哇這招打全體不錯 那戰鬥的話 就是 語音的部分就沒有了 沒有說很大招名稱 沒有 就是只有一些 哈哈這樣吧 哈哈這樣子 好避難所 果然 結果我說的 這是我們的基地 基地玩法 我會看到這個令人熟悉的基地玩法 因為我玩過很多這種基地玩法 一模一樣 玩法一模一樣 它就是 可以慢慢解開 然後把人拉進去 然後每個美少女 可能有他們功能 他們的作用 然後會有一個 支援 可以領支援 然後升級 然後挖跨 然後就有支援 然後世界探索 這樣大概知道了 就是避難所就是一個 這樣的玩法 它可以慢慢的去開拓 開拓一些空間 因為我玩過很多 我也玩過類似這樣的 避難所玩法 然後也是有殭屍 然後這是我們 那個 備戰的小隊 然後其他的就可以拉到 拉到別的地方去 看你是要幹嘛幹嘛 讓支援 提升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這樣 但是 大概可能是類似 類似有這樣的玩法 那放置掛機 我還沒玩到 可能之後會開 就是你要一直 一直玩 一直玩 然後可能就會有放置掛機的玩法 就是去遠征啊 或是幹嘛的啊 既然說介紹都有寫的話 我就 假設它有啦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玩二十幾分鐘了 那我會把這些 下載的連結資訊 放在我的YouTube欄位 那如果你看了我的視頻之後 你覺得好像還不錯 那你就下載來玩玩看 那就是一款二次元的美少女 通關冒險的玩法 那有一個基地兵彈所這樣子 好的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